丛林里边凶狠的生物也有很多啊 就比如这个玩意儿 它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 哎 别别别 别吐口水 它这个口水是有毒液的啊 我们小心一点 最好 哎 别打了 别打了 大哥 哎呦呦呦 别急 别急 它在天上的话 咱们是没有办法打它的 因为它会躲避这个弓箭 是特别聪明的 除非我们飞起来揍它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咱们不要理它就行了 咱们继续去这个丛林里边探 你 这什么东西啊 神花吗 吓死我了 不是 哥们你 等等啊 把它干掉 巨石叶应该就是神花 真泥服甩了我 什么意思啊 还掉了一个种子吗 巨石叶芽 种在草方块上 喂它一些肉 它就会长大 我这个东西还可以种 哦 挺好挺好 你看这 你有完没有完 看我们收弓箭啊 用弓箭打它 它打不到 它就跑了 特别聪明啊 咱们继续玩 你走吧 不管它 哎 这边又有一个 我们用弓箭 直接把它射掉 我想了一下啊 兄弟们 咱们可以把它 种在我们家周围 如果周围有敌对生物过来的话 它就会帮助我们打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咱们可以多搞一些 看一下还有没有 多来点 哎 这什么 双形齿翼弩 别动 别动 找不到了呢 咱们还是走吧 丛林里边的生物 也不是特别多啊 等之后我们 在家里边打造一个丛林群系 然后呢 把这里边所有的生物 都给它接回家 现在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咱们看一下 这棵树是什么树呀 没有见过 这应该是一个 人工种植的树吧 它不像是自然生长的 应该是人工啊 天要黑了 哎呦 咱们要找 哎 你 你俩在干什么呀 你 等等 三嫂来了 这东西的伤害 还是很高的 因为它是有毒液的 哎 不对不对 咱们应该去抓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会产生 这个唾液的 而它的唾液呢 可以做年夜球 哎 抓了一个 OK 把它补助笼拆掉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去其他的地形 找一下特别的生物啊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咱们就回家了 回家开始建设我们的家园 这边找到了一片雪原啊 雪原还没有来过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新增的生物 哎 双双 双冻巨兽 这是一个boss 我记得他 雪原们 哇 这个boss还是特别厉害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傀儡 我只要略微出手 哎 不对 双双 雪原们 哎 这个boss 要不然咱们就不打了 咱们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抓回去 他现在在睡觉 咱们拿着个捕捉笼 悄悄地靠近他 他在冬眠啊 悄悄地进村 打枪的不要 悄悄地悄悄地 哎 不要发出声音 别让他发现我们 哎 你看 雪原们 他在睡觉 他的呼吸 哎 这个模组做的 还是特别真实的啊 特别好 瞧瞧道 瞧瞧道 别醒 别 哎 他醒来了 哎 快快快 放下这个捕捉笼 大哥 来 你来 你来 你抓到了 兄弟们 哇 那我们家里边 除了坚守者 又多了一个双冻巨兽 两个boss啊 之后呢 咱们还 那这样的话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捕捉笼 去抓这个墨影龙呀 哇 这捕捉笼太强大了 如果后期 有可能的话 咱们去把墨影龙 给他抓回家 哎 这边还看到了一个巨轮 不过这个巨轮的话 我们是探索过的 里边大部分呢 就是一些掠夺者了 所以说没有必要再去探索了 而且里边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宝藏 咱们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吧 你看 这里边有换魔者什么的 不管他 不管他 我们走 哎 不是 我就路过一下 我还失明了 16秒 那我们等会吧 不是 这谁在打我呀 哎 掠夺者出来了 给我干他 千切一刀 两个全部解决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回家了 回家我们把这个石鹏花 种一下 之后 只要有这个怪物来到我们家 就会被石鹏花咬 很不错啊 那咱们就先回家吧 回家之后呢 我们先来种一下石鹏花 哎 种不了 这是一个工地啊 我们不需要工地 我们需要泥土 OK 我们放一个泥土 泥土应该就可以了 不需要草蜂块 泥土 种一下 还可以种 幼苗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一直喂它食物 但现在它吃不吃呢 我们回家拿一下肉吧 它是一个食物的动物 还不对 食物的植物啊 确切的来说是一个植物 拿下牛排吧 牛排有六个 来 扔给它 吃嘛 吃嘛 哎 怎么没有动静呢 难道说它现在太小了 不吃吗 呃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再等待一会儿吧 接下来的话 咱们应该还需要特别多的肉啊 但是我们家的牛 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呀 咱们再来做一些这个饲料堆吧 我们先合成亚麻堆 然后呢 再用亚麻堆和这个钢草孔 合成一下饲料堆 走 去喂牛去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疑问兄弟们 为什么我们家的牛 越来越少了呢 都跑了吗 可是我们四周都有炸了 他们是怎么跑出去的 我们先把这个饲料堆给它放下 不要跑呀 这牛跑了我就没有食物了 虽然说我们有小麦可以吃啊 但不是长久之计 想要吃的饱 吃的好 我们必须要吃牛肉 啊 牛排 OK 大量的饲料堆 都给他们放在这边 他们会自己吃啊 但是大哥们 你们不要跑出去啊 他们 哎 等等 我好像知道了 应该是这个伙伴们的原因 他们会跑出去啊 这样的话 只要我出不去 他们就出不去 啊 OK 这样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来看一下食人花啊 现在能不能喂 还是不吃 啊 那这样的话就等等吧 应该是时间还不够啊 一会儿我们再来喂 那现在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要开始建设家园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需要把树砍一下 把地平一下 这一片地方呢 树其实砍的已经差不多了啊 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些矿洞 我们需要把这些矿洞 都给它填起来 先把这些树砍一下 好的 目前来说呢 这么大一片地方 用来搞些建筑 应该是差不多啊 咱们回家再看一下 这个食人花 有没有长大 不是哥们 这怎么还是这么一点呢